也许很多人会认为纸扎业像是一门西洋行业 但槟城五条路的358亚福纸糊店未来接班人高永杰 却不这么认为 十年前开始投身纸扎业的他 还精益求精保留传统手艺的党儿 也与时并进为纸扎注入新元素 来看本报的特别报道 38岁的高永杰是槟城五条路的358亚福纸糊店 66岁老板高明福的大儿子 他在小学四五年级及父亲自立门户的时候 就开始帮父亲 因此他对纸扎业一点都不生疏 他目前是父亲的下属 也将在未来继承父亲的生意 他说纸扎业客源都算蛮固定的 尤其是农历七月都会有老顾客定制大事业 并认为只要一天有华人 纸扎行业就不会消失 在众多纸扎品当中 高永杰偏爱制作神像 他说神也是人 无论作姿 神态 姿势 表情等 都应该要符合人体的自然形态 比例也很重要 高永杰认为 过去纸扎业的徒弟都是跟着师父交道而做 但是来到今天 纸扎业应该除了要保留传统手艺 也要有新思维创作 他曾在五年前到台湾拜师 也即将启程到台湾上雕塑课程 希望可以精益求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